早安台湾的朋友你好 我是张婉如 每一样历史开展的背后 其实都有着永不放弃努力的故事 就像我手中的这本书一样 永不放弃唐奖得主的故事 其实在2012年台湾首个由我们自己台湾出发 迈向国际的重要奖项唐奖正式的成立 而在今年是唐奖迈入了第二届 在里头我们看到有许多永不放弃跟自我挑战 甚至对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得主 而在今年度的唐奖马上就要展开了 很高兴我们在此时此刻能专访到唐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陈振川 陈执行长来到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唐奖这一段过程的点点滴滴 还有这些得主的过程 那执行长我们先跟您问声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其实现在这段时间还算是过年 所以我们要先请执行长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来拜个晚年 好 我想今年是猴年我们就用金猴来跟大家恭贺 我们希望我们今年国印苍隆 然后国人大家生活经济各方面都能够平安顺利 真的很棒 平安顺利 我相信很多人是期待着这样子 那我们先请教执行长去说 刚刚有稍微做一简短的介绍 唐奖是在2012年的时候正式的成立 当时成立的原因起源是什么呢 好 我想唐奖的创办人英雁良英博士 其实他从大概35岁左右 在过去30年 他就一直认为教育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他过去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设立了很多基金会给奖协金 然后奖助一些学校的宴席的成立 或者是建建建筑等等 那他也一直希望能够像诺贝尔奖一样 能够设置一个国际的大奖 然后从21世纪的一个需求 能够来希望变成一个带领世界 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在20年前他开始有这样的念头 那就开始慢慢的在这个实际成熟的时候 他就推出这个唐奖 所以等于是这个计划 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20年的时间 是 对 我们说到唐奖 其实在我们的媒体界 有一种说法叫做东方诺贝尔奖 但是我想也借由这个机会 我们请执行长来聊聊 诺贝尔奖跟唐奖之间 是有没有什么异同之处呢 我想诺贝尔奖 是全世界大家非常尊敬公认的 而且带给人类的这个生活 很大进步的一个奖项 但是它有103年的历史 但是因为在100多年前那时候设置的时候 它的重点就是在基础的科学 像化学物理医学等等这方面的领域 但是到达这个新的21世纪 我们现在面临了更多的新的挑战 像这个永续发展的问题 或者像这个这几天那个波姿 禽流感等等癌症 很多新的这个问题 那从科技方面的角度 工业发展到21世纪 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这个社会环境 这方面的一个冲突跟需要去改建 所以从什么从东方的这个角度 能够跟西方的科技能够做一些交流 所以唐奖设置的奖项 包括永续发展 生机医药 法治 以及这个汉血 都是针对21世纪 现在面临的问题 来特别设置的这个奖项 所以跟诺贝尔奖是有七个 或者是说是互补的 而且我知道汉血奖 也正是唐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了 对对对 没有错 其实汉血 法治 永续发展 都是世界上 大家现在非常重视的 很重要的国际的大奖 好 其实在今年2016年 唐奖也正式迈入了第二届 因为是每两年颁一次的奖项 对于今年的第二届的奖项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在推荐 适合能够表彰人类贡献的一些 重要学者的名单 不晓得今年度目前为止 办理的状况怎么样 好 因为这个奖 自从2014年底开始推动启办 然后2015年颁奖以后 其实在世界上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那再加上我们在过去 7年的时候加强跟国际组织 几乎我们基金会的人 跑遍全世界各个州 包括澳洲 非洲 欧洲 美洲 亚洲 中国大陆各地 更多人现在了解这个奖 所以从70年开始推荐 这个是用推荐的方式 那我们到9月底截止的时候 其实今年推荐的建数增加了很多 在各个四个主要的项目 大概增加了20%到70%的建数 而且遍及全世界各个地方 所以这个代表就是说 大家越来越关注这个奖项 是 而且这遍及到全世界 也是说我们的唐奖不断地 被国际上所看到 而且认可了 是 是 因为一创立的时候 我们尹先生的定义 我们就是认为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国际级的奖项 而且这是一个 对国际跟全世界开放的 所以我们其实 基金会就是一个国际级的基金会 从这方面来运作 是 那现在的时间 我们播出的时候 是2016年的2月份了 那其实紧接着 唐奖有非常多重要的时辰 是不是这时候也请執行长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接下来可以期待些什么 是 我想现在最忙碌的 应该是中央研究院李彦哲 中召集人他负责的评选团队 现在都密集的在做这个评选的工作 然后到这个5月开始 我们就今年特别 请了一个国际级的设计师 叫张翠莲 他来设计我们新的唐奖的证书 所以在这个4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发表会 然后顺便跟国内的设计界的 配合这个台北世界设计之都 来对大家来介绍 这个这名设计师跟他设计的唐奖证书的作品 然后在6月18号 6月18号就是唐朝的那个 等于是他成立的那个日子 6月18号 吸引618年的6月18号 所以我们选定在6月18号 要开始延续四天 在中央研究院 我们要宣布 这四个奖项的得奖的名单 所以这个大家是很期待的 而且6月18号这个日子的意义特别重大 对对对对 然后再来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那个9月的开始的唐奖桌的这个活动 那从9月22号到9月28号 有一连串的国际级的活动 这里面包括这个在故宫的唐奖的欢迎酒会 然后这个在胡法文教会馆唐奖得奖人 他们要做演讲 那颁奖典礼会在9月25号在国富纪念馆 然后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唐奖一个盛宴 在延山饭店 那在9月26号有一个唐奖音乐会在国家音乐厅 那我们的活动也会拉到全台湾北中南 有邀请这些得奖人来跟各地的人 进行论坛座谈互动 分享他们的人生还有他们的永不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我们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展览 一个是唐奖的荣耀展 这个展会在两厅宴中登纪念堂那边展览跟高雄的科工馆 那我们也跟故宫合作 举办一个从9月22号开始的唐奖故宫文物显缀展 这是展出些什么内容呢 这一次的重点特别显在永续发展这个课题 这个故宫的国务里面 他们经过特别的挑衅 来怎么把这个永续发展 现在最重要的课题的意象 相关的这个环境 生态 这样的一个珍贵的这些文物 能够挑衅出来 那会有三个月的在故宫的展览 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 等于是古今结合了 对对对 其实这么多重要的意义跟时辰 我想整个唐奖的主办单位 教育基金会办起来 是很多 绝对要这个特别精心 因为这段期间会有很多国际人士来到台湾 非常多 而且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 对对对 而且我们相信会让整个台北市 或者是整个台湾 或者是国际 因为我们会同步也会跟国际 来做这个网路的直播 那台北市会到处充满了唐奖 这方面的气氛 包括这个道路 或者各个地方 都可以看到捷印车站 都可以看到唐奖的意象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跟台北市设计之都 刚好今年是活动 也是等于是互相彰显 把这个唐奖介绍给全世界 所以我们也藉由这段时间 特别在二月份 就提前为听众 还有观众朋友先预告一下 整个今年度的台北 甚至应该是全台湾 都会非常的热闹 所以请指导长 我们再来详细聊一下 在接下来 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时辰 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部分呢 我们有很多重量级的国际的贵宾 他们很多当然都是评审委员等等 我们都会利用各个机会 让他把台湾介绍给他们 然后让他跟我们台湾的学术界 相关的机关 甚至高中 这个学校等等 去做一些互动 所以也会把触角伸到 在台湾的这些高中的年轻人的身上 年轻人是很重要 是 没错 因为唐奖教育基金会 不是只有评选这些得奖的 最重要是要把他们的理念想法 透过一些教育先导这样的管道 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的贡献跟精神 所以透过这样 我们希望能够造成这些年轻人 他设定未来的努力的目标跟方向 那来引导 是 就等于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一个励志以后呢 要向这些唐奖得主看齐的 一个心想法 早一点去设定 像我们这种年轻 已经来不及了 不可能已经拿到唐奖 您客气了 我们这个阶段 就先跟执行长访问到这 在下一阶段 我们就来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在2014年唐奖第一届得主 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受到台湾媒体 以及民众的关注 而这些得主 他们在后续对台湾学术界的贡献 甚至对整个全世界的贡献又在哪里呢 他们的重点 我们在下个阶段 再回到今天的早安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